好的 我们谢谢君凯的详细解说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北部山区雨势相当明显 台北阳明山日累积雨量截至傍晚已经超过了180毫米以上 不过在西部地区感受到的风力比较强 有民众就觉得很好奇了 这个轩蓝诺台风怎么会像是隔山打牛一般 造成了西部地区有招牌不敌强风掉落 甚至有露树倒塌的意外呢 气象局就解释了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这次吹的风向是正北风 受到了地形的影响 台北盆地的感受反而是比较不明显的 但是到了西部地区多为平原没有阻碍 所以除了沿海地区在西部部分的平地 又测到最大来到八级的阵风 一波波阵雨雨是越晚越明显 轩暗怒台风外围环流 现影响北台湾2号台北阳明山日累积雨量 这只方晚达到180毫米以上 北部因为地形关系持续有潜对流发展 而未处于背方面隔着一座中央山脉的西部地区 则是风力感受比较强 包括台中彰化云林嘉义沿海内陆部分地区 最大阵风大于八级 有民众好奇轩暗怒台风怎么宛如隔山打牛造成西部地区 由招牌不敌强风掉落还有陆树倒塌异味 气象局解释主要是因为风向是正北风的关系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所以是正北风 北风的话其实在台北盆地里面有地形的影响 盆地的风并不大 北风下来 平原像这里是比较宽广的地方 没有地形阻挡 风力就直接从中部一直到南部 甚至到北高雄这个地方来 接下来风雨可能还会更明显 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发文指出 风切干空气真的是台风杀手 薛南落的西侧北侧一度空一块 在城影下三号环境会改善 深层对流会再度发展巩固起来 有机会重返次巅峰 而台风在台湾东部海域往北移动时 台东南边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逐渐往北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平行我们这个东海岸线 所以应该有机会在9月3号4号 在这个台东南台东的南侧 可能会有这个火烧风的现象出现 就是焚风 北部中南部沿防长旺豪雨 东南部则要留意焚风 今年至今的常态变化还得持续援助 这就是我的